字幕提供政治解讀 字幕提供政治解讀 這個節目叫做政治解讀 我就是每星期的主持人陳景輝 政治解讀做甚麼呢 其中一個就是對當下的政治爭論 議題進行一些解釋 澄清或者提供一些新的觀點 但是另一件事 更加重要就是去 假解讀 因為很多政治的語言 無論是來自官方、北京、政府 或者民間 可能裏面都有很多毒素 少了不慎被人毒死了都不知道 今個星期其實我就想討論一個 六四的餘波 甚麼餘波呢 話說這個議事論事做了一個 關於蘇東波的六四的專題 然後就惹來親共愛國陣營 反撲秋後算帳 到底祭此二十年 之前熱熱鬧鬧的討論 是不是六四之後 就會被人秋後算帳 扣上這個反共的帽子呢 引來爭論的那一集議事論事 叫做手著最後的燭光 裡面涉及一些東歐民主化的經驗 其中有兩段旁白引起爭論的問 其中一段就是議事論事主持人 李小薇就說到 東歐民主化經歷了三十幾個寒暑 一九八九年就是開花結果的一年 如果八九的中國 是民主民俠的開始 那中國人民就要堅定地 慢慢地走下去 另一段同樣引起爭議 再次有益述例 就是這樣說的那段說話 東歐民主化 人民以和平的手段 用選票將專制的共產政權 拉下來 然後一個一個東歐的共產集團 倒下 然後冷戰結束 那段說話就被批評為反共 被扣母子 其實在香港人來說 十個有八個都不會聽得明白 為什麼這樣就等於反共呢 為什麼這樣就等於希望推翻中共政權呢 這些是沒有人聽得明白的說話 這些沒有人聽得明白的說話 又來自哪裏呢 來自一些很奇怪很隱蔽的單位 譬如一些報紙的正情專欄 這些正情專欄就不知引述一些什麼的意見 譬如來自政壇高人 匿名的中央官員 甚至乎不知道哪裏的阿爺 其中一個最光明正大的 就是一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先生 他就起了一個很誇張的標題 就是解決中共政權是否趕台責任 這些就已經去上綱上線 到一個香港人都聽不明白的地步 但是討論一下這些聽不明白的東西 都是很值得的 他們經常在文章字裡行間出現的字眼 就叫做政治 怎樣政治呢 譬如敲問一下你到底你是新聞報道 還是政治動員 又譬如質疑你 到底你背後有沒有政治意圖 但是其實這些說法很有趣 為何說它很有趣呢 譬如動員才算 動員為何一定有問題呢 譬如我們四川鎮災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有很多慈善動員 譬如在報紙上 看到一些很慘的訊息 新聞媒體希望我們關注 希望我們投意關懷 對四川受難的同胞 那這些叫慈善動員 那這些有沒有問題呢 又或者另一個例子 就是奧運 全勝火 全香港直播 這個民族動員 中國足以扮到奧運 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這種民族情緒動員 又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慈善動員 民族動員都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政治動員又這麼有問題呢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在於中國共產黨 是一個專制的機構 政治是它自家的所有 就是你不要跟它挑戰到它 或者你不要跟它有任何競爭的效果 於是這樣就觸碰底線 令到某些官員震怒 講到政治 其實現在已經真的超越了言論的範圍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現在那些批評的觀點 已經開始不是用一種 說服人的方式去進行辯論 而是往往引述什麼阿爺 又或者引述一些中央官員匿名的情緒 覺得震怒 又或者什麼政壇工人等等 所有這些 它不是用理性去說話 不是用良知去說話 也不是用意見去說話 而是用身份去說話 用一種權力去說話 於是我覺得權力已經開始加入 我們香港人的言論自由的領域 講到權力對我們言論空間的加入 香港就不至今次 如果我們有印象的話 就在2000年前後左右都試過 話說台灣有官員就在香港電台講過兩國論 當時的中聯辦就狠切地批評 又或者有線電視的記者就去採訪台灣副總統 在2000年的時候 於是乎又來中聯辦的批評 又說去宣揚台獨 問題就是 這兩次中聯辦介入之後 同一種言論 即是兩個籠和台獨 都沒有再在香港大眾傳媒的空間流通過了 現在議事論事又被人扣上了反共的帽子 只是因為他用東歐的民主化經驗作為比較 會不會之後我們的議事論事 又或者香港的大眾傳媒 連這一方面都已經自我審查了呢 在這個時候 政治解讀 最後這一部分 就希望向這個議事論事的同仁學習 在我手上的這本書就是《哈維爾選集》 哈維爾是東歐民主化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成員 他曾經成為捷克的總統 兼是一個劇作家 而這本選集其中收錄了一篇1975年 給當時捷克總統胡薩克的一封信 裏面就提到 那種製造恐懼的專政權力 其實時時刻刻蠶食著我們的人心 他將這一種權力 形成為一隻醜惡的蜘蛛 而這個醜惡的蜘蛛似乎在香港發生著 他就說 這隻蜘蛛網 即使不是一個人時刻親眼看到 親手摸到 但是再單純的公民也清楚明白 這隻蜘蛛無時無刻 一聲不響地到處埋伏 而公民之所以循歸道舉 指示為了討好躲在暗處的耳目 現在這一類耳目 無論是明處暗處 形成一個豬網 去將我們聲音籠罩著的形勢 已經開始在六四的秋後算帳 慢慢編織得越來越厚密 與其說我們自我審查 問題是出以事論事的言論的話 倒不如說這一種監視 令到別人恐懼 用權力要求 所有人從規道舉的情況 才是我們必須解除的香港的毒